大家好,我是陳唐生 我今天要跟各位來談一些很熟悉,但是很平常的一些話題 我的重點就是說,我們人類自在地球 我們是在地球上面的這些人們愛好這個地球 愛中運動的關係,因為這影響在我們的生活的品質 所以,我們是在地球上面的這些人們愛好這個地球 我們是在一個國家裡面愛好這個國家 這是天津地的事情,不需要再跟大家說 但是我們在這個位置上面,我們就是要保護這個國家的安全 我有這個正心來講一些我的感想 那我記得在很久以前的這個二次大戰的時候 同時鐵國人,他們用這個Rocket,用V2Rocket,來怕這個倫敦 當時我倫敦這個修想超級的,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了 但是我非常堅持 結果我們這個Rocket,第一次用這個V2Rocket,這是先前的武器 但是福建的修想超級堅持,所以到最後呢,當然美國都要幫忙 所以你自己要堅持之後,過得到,人家都要幫忙 所以未來日子大戰的時候結束,英國沒得到,當然未來得到 這是真好的東西 現在我們再看,在1957年的時候,因為美國和蘇聯 他們慢慢有一個叫做Dead Town,就是冷戰那種 大家在比方什麼人要用,什麼人要叫 在蘇聯那個時候,他在1957年4月份呢 他發射一個飛團,發射一個飛行,叫做Spotnik 這個Spotnik,這是一個太空時代的開始 就是因為Spotnik開始,這個在1957年 比如說太空時代開始,所有人都很高興 但是美國一直很害怕,因為這是一個武力的競爭 所以美國害怕到了,在1960年代 現在那個總統,董川總統之後,他說 所謂Union現在的武力,他有發射在太空 我們美國一定要努力 所以John F. Kennedy在當選總統之後 他在國會裡面演講,他說我十年來 要將第一人散在外交的頂頭 他現在要呈現他國家的一個科技方面的進步 這是一個保障的競爭 所以這樣說的時候,結果他正經沒有到十年 他在1976年 我記得是1976年 他中這個第一位 第一位叫做人類生氣不救頂頭 這就是美國最大的成就 三個外交頂頭這個人叫做Armstrong 這Armstrong 在1969年 我告訴你,是1969年 他七月二十月前 召集了一些外交頂頭的競爭 這是展現美國人在科技方面的進步 在美國人帶來的進步 1969年去到外交頂頭 這是普通大家必要的 剛才我這個好友就對了 所以我說這個就是 人類在地球上面它生存 它要保護地球 但是因為國家跟國家在競爭 每個人都要給他們的國家 但是別人的國家發展出來的東西 你也要贏我們 我們好讓人吸收 這個就是擲動人類 在這個競爭的中間 它能提高你自己的生活的品質 當然大家要和平的競爭 這是最好 現在看到台灣 台灣理事處的大陣疫情 當然大家知道 少年可能不知道 所以當然現在 日本人總理五十年 大陣之後 經過概念 概念 現在大家努力 有一個民主的社會 民主的國家 但是醫藥變成國際 國際中 給我們鼓勵 不過台灣在實現這個民主的規定中 我們經過幾次的 總統總計 讓人家跟我們合作 我們沒有拿到本地會 我們進完這個預算 這是大家說的 台灣的好處 我想剛才在台灣這個土地的人 我們應該要 真的是要非常感謝 人家跟我們合作很多 我們自己合作 批評自己 這是不對的 所以這個沒有一個國家 他現在講到聽了 我們這個疫苗 我們台灣在這幾年來 從這個 做 我們的 衛生單位 跟這個 國際大學 合作配合 精衛機構之下 我們這方面做的 非常非常好 人家非常羨慕 所以沒有一個國家 他自己 發展他的疫苗之後呢 他沒有要信任 他沒有要跟你說這個疫苗好 所以我覺得台灣現在不至於武漢的病毒 武漢的病毒 武漢的病毒 就是pandemic coronavirus 我認為台灣不單純有武漢的病毒 但是有政治的病毒 政治的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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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武漢的病毒更厲害 我們台灣有國產的這個疫苗的時候 他自己說這是廣東高潔 這有夠離譜 例如他走到什麼地方去韓國 他們自己生產 他們自己的韓國的汽車 他們說什麼 他們自己的汽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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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沒有國家 他們都要用國費 我們在這個疫苗 那裡嚴重的市場 我們自己的發動 發電自己的疫苗 他們說這是很困難 很困難 我們沒有要用自己的這個疫苗 全體都在選中 中國疫苗 哪好多 哪好疫苗外交 選中國那邊 這是非常離譜的事情 有一個政黨的立法議員 他甚至說 請大家放心 我們的黨 絕對不會打AZ疫苗 他說他的黨 也不可能打國產的疫苗 哇 所以他有夠離譜 這條路實在有夠離譜 讓我們 讓人想到威風的難過 最近 台灣這個問題 在國際安排出了一個 台灣討論的問題 說台灣這裡不可能發生戰爭 到底美國要把我們保護嗎 到底日本來到台中 中國那邊的台中 變得怎麼樣 這變得很大的議題 國際安排出了什麼 都不可能 所以在中情節 我想要加了一條路 走 台灣一定要準備說 我們一定要走這條路 台灣人跟自己 本身 他如果沒有打招 全國要來靠美國 我想美國也會很清楚 這樣我幫忙不容易 醫生在過去就很好的 我看過很多人的 人生有關係 醫生在建國的過程 所以我覺得 今天我站在一個 我這個角色來講 就是有那個議務來 讓大家普遍到來 為台灣這個土地 無關係 在哪一方面 我們應該有一個愛台灣的心 這樣政府把我們做行為 我們才有法度去配合 才有法度去配合 才有法度去加強 這次相識者 我們總統 他說那個話 也把他放進一把戰線 中國無論如何 他總統是人的威嚇 所以我是想用這個 簡單的一個例子 來講說 實現前台湾 我們台灣如果自己沒有自助 要叫別人來幫助 這個不可能 我們說自助自助人 我們自己幫助 要把人帶來幫忙 所以尤其是國際上都在看台灣 美國人也說 美國人有時候 為了台灣人來死 你台灣人不去打招 你是要怎麼交代 所以我是 新冠台灣人 正當我講這些話 來免得我們台灣人 跟台灣人 台灣人是很好的地方 我們不可以做很好的事情 可以公平世界各國 感謝各位